艺术地标 福建大剧院 福建的一个地标性演绎的场所 凝集城市文艺脉络 在摩天大楼的灵力中间 但是就有一个都市篝火 象征着艺术之火 象征着重庆的繁荣 安徽大剧院呢 自是年前的建筑 三脚架的钢琴的造型 对对对 三脚钢琴 赋予它更多的艺术性吧 走近便能读懂城市精神文明风貌 整个苏州是非常美的地方 它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 广州乐剧院呢 可以让我们老百姓 在更高素质的 更高质量的环境下去欣赏艺术 一期一城一地 天津这座城市 它是有音乐传承的 天津艺术 它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实力 品味艺术融通中外 安徽大剧院 能让更多人享受到艺术的美 川剧艺术中心 每一处的功能 都是泛博物馆 我们上海歌剧院的标准 喜欢音乐人的目光 来衡量它 过得了关 它就是一个标准 一览天下 在文化地标 纵览艺术万象 感悟城市之门 我们的安徽大剧院呢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人民的会堂 一个是艺术的殿堂 黄梅飘香 鱼音绕梁 中国乡村音乐 唱遍大江南北 黄梅戏的音乐缓缓的 或者让我听得 我心里很舒服 没错 所以严峰音老师 真的是在那个阶段当中 她是把黄梅戏 整个推向了一个 最高的一个地位吧 走进安徽大剧院 与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何云一起 在古今碰撞中 驻足凝视 与传统戏曲中 感悟魅力 一城三国神韵 千年诗化合肥 城中钟声响起 回忆断续袭来 与大钟楼交相辉映的 安徽大剧院 前身是安徽人民剧场 兼具人民会堂 艺术殿堂之用 四十年来 巍峨矗立 气势如虹 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 安徽大剧院 创新求变 华丽转身 以先行者的姿态 在百姓心中 种下艺术之花 何老师好 夏明老师好 何老师好 特别欢迎你来到 安徽合肥 来到安徽大剧院 何云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副院长 新世纪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 曾获第二届黄梅戏 严峰莹奖大赛莹奖 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出生在长江之畔青阳县的他 受戏曲胡话时青阳腔的浸润 很早就表现出了在戏曲方面的天赋 2001年 何云进入安徽省小梅花剧团 并通过黄梅戏现代戏 大眼睛的棋盘 让他展露头角 而后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雷雨中的四凤 小桥出嫁中的小桥 他深情演绎每一个经典角色 以通透明亮的嗓音 丰富多变的角色 端庄大方的扮相 朴实生动的表演 深受光大观众喜爱 哇 太漂亮了 而且这个地方很开阔 是的 这是茂市区啊 这安徽大剧院正好是在我们安徽合肥中心的中心 也是我们的艺术地标 你看我们这个剧场设计是按照那个三脚架的钢琴的造型 对 三脚钢琴 来设计的 然后赋予它更多的这个艺术性吧 这个很浪漫啊 对啊 像一架透明的钢琴 这是年前的建筑啊 哈哈哈哈 这个是很了不起 这就是超前的眼光啊 到里面去看一下 三脚钢琴 您看 这就进到安徽大剧院了啊 真漂亮 这是我们安徽大剧院的负责人 葛钧先生 你好 嘉宾老师好 你好 葛钧老师好 欢迎两位来到安徽大剧院 我喜欢这个建筑 我喜欢有历史气息的建筑 这个我们安徽大剧院确实是有历史气息 建成于啊 1985年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异议嘉宾老师 跟我通灵哎 哦 您一样的 我也是1985年 85年的负责人 对对对 然后整个这个我们安徽大剧院啊 2001年经过了一次整体的升级改造 所以整个我们的这个迎宾长廊啊 现在您看到的 就是2001年改造过以后的 这个迎宾长廊呢 它的这个前面呢 我们有一幅巨幅的油画 这个油画呢 是以我们安徽啊 这个黄山日出黄山峰 为这个背景寓意创作而成的 整体的这个油画名字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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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个含义很深刻呀 哎呀这个含义很深刻呀啊 您可能还没看到上面呢 我们的这个水晶灯 像我们黄山微微的山峰 哦 哦 结合这个罗马柱呢 然后整体的这个感觉啊 就是立体的迎宾长廊的感觉 哎呦有意思 你看外面是很有气势的罗马柱 对 哎 然后是这样壮观的辉煌的壁画啊 然后又是黄山的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的 对 还有这个落地窗啊 我们有时候来演出的时候 也会把一些演员的海报啊 都会挂在这 就很壮观 对啊 这么大的这个天幕啊 漂亮 也有何云老师 这就很有远见啊 就是85年的建筑 这级意识很超前 所以整体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我们安徽整体的一个热情 好客 安徽大剧院建成于1985年 以其人潮如流的优势位置 现代时尚的建筑风格 独具匠心的钢琴造型 气势辉煌的布局空间 在当年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艺术圣地 40年来风雨兼程 承载着无数合肥人的回忆 不仅如此 自1985年以来 除完整保留了主体建筑的构造和风格外 安徽大剧院还延续着 老剧院手写剧目水牌等传统文化和功能 始终是安徽省重大政治文化活动的首选之地 我们安徽大剧院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人民的会堂 一个是艺术的殿堂 人民的会堂就是我们安徽省重要的省两会 包括省级的重大会议 都是在我们安徽大剧院召开 但是在会议之余 我们还有丰富的演出 下面带嘉明老师 还有可明老师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安徽大剧院 2023年的精品的剧目的一个概括 我们是基本上是按照四个季度 既按季度分 同时我们也按时节分 这个春之运在这个春季的时候 我们会把省内外的一些优秀的剧目 引进来各种品类的 然后夏季 在这个暑期 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主打一个什么夏季音乐节 推夏之声 然后金秋时节赏黄梅 赏黄梅 它不仅仅是黄梅 它就是整个我们安徽省 所有的这种戏曲集成的演展 同时也有我们何老师的剧目 对 然后到这个冬去春来之际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这个院团剧场 还有人们都在休假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把集团的 我们安徽演艺集团的 自己的这种院团的 这种新剧新人 做一个这种展演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叫明日之星 真好 这是冬去春来 对 新人的舞台 是的 安季节 对 整个安徽大剧院啊 一年基本上是在200场演出左右 可以说到这个周周有演出 月月又经典 哎呀 太浪漫了 而且何老师我看见了 有我们黄梅系剧院的作品啊 很多啊 对 嘉宾老师您看 上面这个黄梅系共产党宣言 就是我们剧院的 下面这个呢 黄梅系演唱会正好是我们院的 70周年的院庆 这是大活动啊 对 必须大活动 在安徽大剧院来展示 除了我们的黄梅系 还有安徽省的这些本土剧目以外啊 那两位老师看啊 我们还会引进什么很多这个省内外 来自于国内外的优质的话剧 音乐剧 芭蕾 舞剧等等等等 真是丰富多才啊 对 所以我们合飞的观众很有福 就是刚才格东所说的是 周周有演出 周周有演出 月月有经典 月月有经典 我觉得身处其中 我真没觉得这是将近才寓 40年前建的大剧院呢 我依然觉得它很现代 这种线条,色彩 对啊 medication for me 我给你介绍一下 您看这个灯光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映厂的设计啊 是当年我们做这个安徽大剧院 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人民的会堂 但是当时坚固的 考虑了艺术殿堂 这种功能 这个灯光 在将近四十年前设计的时候 它就是可明可暗 全部打开的时候 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人民会堂的功能 然后在我们演出的时候 这个灯它会相应地变暗 或者变灭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沉浸在其中 观看一场艺术演出 真好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看到舞台上面 我觉得对于二位来说 应该很多画面 就像电影一样 会浮现出来 会的 我的感触应该是比较深 因为我那时候刚学习 十三四岁的时候 在这个剧场 好像就在这个二楼的这个位置 我观看马兰老师的 《红楼梦》演出 当时感动得不行 观众做得满满的 然后那种感觉就非常的壮观 那种神圣 一种敬畏感 对 艺术的敬意 然后说 我什么时候也能 因为我也学画文系了 什么时候能够在这个剧场 在这个舞台上 去表演一场 结果还真是冥冥之中 大概是二十年前吧 我就把《红楼梦》这个戏 给接下来了 传承下来了 我也在演《红楼梦》这个贾宝玉 所以感触特别多 这个故事真好 对 就是当年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对 二十年之后 复拍了 真棒 嘉宾老师 其实我们安徽大剧院跟我们央视还是有一个很久的渊源 1990年的时候 我们央视首届的元宵晚会 就是在我们安徽大剧院录制 首届 有缘分 因为85年建成 90年可能全国一流的最现代的大剧院 对 是的 那请教葛总 这是85年建成的安徽大剧院 现在他的负责人也是85年出生 是的 其实您是有使命在尖的呀 那么现在我们安徽大剧院的整个经营的理念是什么呀 我也一直在想 就怎么样把一个有这种历史沉淀 有这种历史的记忆 包括有这么多艺术形式的这样一个剧院 能更好的在现阶段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在这一块呢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事 剧场的运营托管 这个事 我们有啊 这个以往的圣艺术 然后现在变成什么 我们要把艺术啊 重到我们的地势县 啊 重 这个怎么说呢 结合着我们安徽省演艺集团 各个院团 结合着安徽大剧院多年来 与省内外 包括国内外 很多的剧场 演出商 还有我们的这种院团 这种多年以来的 这种合作关系 然后把很多的我们省值的精品剧目 包括国内外的精品剧目啊 带到我们托管的剧院里 啊 比如说我们已经成功托管了两个 市级的新建的剧场 一个浮阳 一个柳安 在这两个剧场托管过以后呢 我们省值的很多的这种经典的剧目 包括很多首次从国外引进的剧目 我们带到了我们的第十线区 让我们呢 在这种三十线城市的 包括在县区的老百姓 不用出现 不用出世 对 就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艺术生活品质 哎 真好 这幸福 对 就想起古人那句话叫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对 是的 从宋文化变成重 宋文化 宋去的是文化的种子 对 对 会生根发芽 会长出参天大树 所以我觉得新时代安徽大剧院 应该有第三个功能 文化的讲堂 艺术的普及非常的重要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我也想请教何老师啊 在这样的剧院里面 对于我们的艺术家来说 这就是梦想 向往的舞台 它就是你一个标准 它已经培育了很多高品质的观众了 他们来这里欣赏 也对我们的这种 艺术专业上也是很大的提升 所以你在这块 就得到他们这些检验吧 也好 一种认可也好 也是帮助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 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剧场 和我们专业的院团 就是一加一大圆 回秋里朗 离家圆 水了黄邦 种种种 严谱老师他是从安清那边 整个他们是划着小船嘛 来刀刀这合肥 然后成立了我们剧院 包括天配电影啊 很多作品啊 大家家喻户晓的这些作品 都在剧院产生 近四十年来 安徽大剧院作为老牌专业剧场 与各大专业院团强强联手 频频呈现国内外多种艺术类型的经典剧目 为当地百姓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而黄梅戏作为安徽省的代表性剧种 更是由多部梅花奖作品在此排练上演 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以其淳朴流畅的唱腔 丰富的表现力 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 艺术地标谈艺术 在安徽大剧院 就要向何老师请教黄梅戏了 好 我在飞往何回的路上就在想 为什么黄梅戏啊 让全国的观众那么有亲切感 你看一说到黄梅戏 我自己心里会恨天天佩 会恨女驸马 会恨对花 它好像是种在你心里面的旋律 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正式地介绍一下 黄梅戏它独特的魅力在哪里 我认为吧 就是我从一这么多年 我是觉得黄梅戏 它善于载歌载舞 就是它的欣赏性可能比较高吧 最关键是它的音乐 比较柔美一些 缓缓地 温温柔柔地打到你的耳朵里 你会觉得哎呀 好舒服呀 对 或者让我听得我心里很舒服 没错 对 这个感觉是老百姓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 或者是黄梅戏呢 它也是比较善于表现人物 就以情代身 它会很快地就让你观众拉近它的距离 它就觉得那不就我们身边这些人吗 就是它可能没有太大的距离感 它就在你的身边 就是比较有亲和力 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梅戏也好学吧 就是它的语言是普通话偏一些 观众能够很快地接受它 然后呢我们的黄梅戏的对唱 男女对唱 就像你说的父亲上把家还 黄梅戏擅长于这种表达 因为它会把这个才子佳人啊 标准的郎才女报啊 对对对 我认为这还是观众对一种美的一种追求吧 我听您这段我听入迷了 听入迷了 但我听到核心的一个词就是一个情 情 您刚才叫做以情 代身 很多时候去黄梅戏 它都从曲调上来讲 它是为这个人物来服务的 你要打造这么一个剧 这个剧情 这个人物 我就会给你设计唱腔 对 然后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你的说话 你的行为举止 都会往这个人物上去靠近它 所以你就在各方面都要去塑造它 圆满地让大家去理解这个人物 哦 它是这样的行为 它是这样的举态 它是这样的声音表达 是根据角色 角色 来设计它的声腔 对 是这样 比如说其实在小乔出家里面的时候 是有所创造 采用了一些通俗的东西 包括民歌的东西 它并不是完全用大本嗓去演唱 因为我认为小乔 他所有的人物感觉 他内心很多 波涛汹涌了 没错 他表面上不能看出来 静静地 然后比如说跟周瑜 在一个过江嘛 这个摇江对望的时候 我唱几句吧 先丑哦 周浪啊 你要原谅我 原谅我 腹躁 硬自作主张 你要原谅我 原谅我 心慌别走得匆忙 你要原谅我 原谅我 为人气 在一个滑石上 未经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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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 為 你 隨過小兒老 這小段 對 我真的以情代聲 就在這裏面所有的情感都已經在 因為這段戲上面唱腔 他最关键就是很多首伴奏都没有了 他没有不像我们有的是很多音乐给你铺垫 突然到家里他就静了 就完全你轻唱 轻唱的考验就是完全是你要真实表达 不要有任何的修饰装饰 就是您内心的那种情感 完全在唱腔里面 它是融合在一起 这和人物吗 首先就是你要沉浸去其中 观众他也会 看了就会给你代入进去 这样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状态 那何老师有没有另外一段 比如说欢快的反差的 对对对 那我就唱一首《黄匹女驸马》吧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谢谢 就刚才您唱这一段的时候 我终于心里面好像有了答案 就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黄梅戏 觉得黄梅戏那么亲切那么亲近 因为我觉得黄梅戏里面 有中国人特有的情趣 情调和情味 对 就是这个情字啊 主打 是主打 对 而且是这个情到深处的时候 情浓的时候 其他什么技巧都不重要了 因为黄梅戏呢更善于生活化的表演 比方说有女驸马这一块 我们呢接受了金坤的东西 成熟化他必须官服嘛 但是呢黄梅戏的表演风格 他得有我们的特色 所以黄梅戏呢 他把它怎么融合好 怎么把它画掉 比方一个例子啊 我们一个女驸马怎么样 那么关架 但可能我们一个亮相 我们是按起亮相 并不是说啪我就亮 对 你看京剧对吧 对 他更要一个 插机器神一个闪的亮亮 但是黄梅戏可能 我们怎么样组人物 你来看看我这个 我好看吧 我怎么样 他是内在里面 你刚才说是慢起 慢起 这个慢起就体现他内心的 对对 包括还有他的抖秀 他的很多东西 就把它揉下去 我们黄梅戏就怎么把它 城市化的东西 把它都画掉 融掉 但是这种融掉 柔美化其实更生活化 所以大家觉得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 很亲近 对对对 其实我们说每个人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都是有血有肉的 对 都是有情感的 其实黄梅戏他的表达 他的创作都是来自于 我们生活的故事 我们身边的人的故事 淳朴一些 质朴一些 真诚一些 肯定是观众是相信你的 没错 喜欢你的 你才能走多远 没错 那何老师啊 这聊着黄梅戏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希望我们采访的艺术家 能够跟大家分享推荐 一位他心目中 所尊崇的艺术家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黄梅戏大师级别的 殿堂级级别的 颜凤英大师 对 颜凤英 杰出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中国黄梅戏的发展缔造者之一 被称作为黄梅戏而生的人 十岁开始学唱黄梅调的他 为中国黄梅戏的传承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开拓与贡献 1954年 出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 颜凤英 就已在戏曲会演中的出众表现 得到了电影天心配的演出机会 也正是随着这部电影的播映 灵动优美 轻盈传神的颜派表演风格 广为流传 黄梅戏也从安徽省的 一个地方小剧中 变得全国皆知 颜凤英先生一直紧跟时代 接触新文艺思想 在短暂的艺术生命中 演绎大戏二十多部 小戏仅三十部 参与创作三部电影 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艺术影像 被称为黄梅戏 以一代宗师 我从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有电视 我印象中应该就是放的天心配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好看呀 就是小女生嘛 她觉得这古装 包括那个水袖 我就记得在家里 我拿两条毛巾 给她搭在袖壁上 会自己在那院子里 也不知道在傻能啥 很多小姑娘小时候都 我其实有这个情节 就冥冥之中就有这种感觉 后来到我从事这个职业以后 我才知道 她是严峰英老师 我书想到沉丰 庶上的鸟儿 春霜飞 露水青山 带些遥远 风景不再首马路 不齐霜霜 八戒要不安 你的天来 若知不 我只要水来 亦只要软 才要随我的风雨 我从事以后到了剧院以后 有幸拍过她的一段纪录片 我是她的情景在线 当时我记得有个画面感 她穿的当时那个年代的衣服 是背影 雪花飘下来 好像就在回忆她的一生 她的时候从那个年代 她学个戏多不容易啊 跟着戏班 然后学着黄梅戏 学了戏班她不能上舞台 没有机会 然后那时候女演员是不能去露面的 还是要男生去演出 然后她又到了南京 包括去唱一些黄梅调 黄梅歌 但是通过她这些经历 这些感受以后才会有她的一些作品 到最后到了省黄梅剧院 我们是五二年 五二年建院的 然后把她是从安清那边整个 他们是划着小船嘛 来到这个合肥 然后成立了我们剧院 从学唱民歌小调 到学唱学演黄梅戏 从四五岁到十五岁 严凤英度过了 踏上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的艰难坎坷 十七岁那年 在远走南京 学习金坤艺术与歌舞的途中 严凤英入京秋朴唱黄梅 三个月时间 她凭借俊俏的扮响 甜美的唱腔和轻盈的舞姿 明洞大江南北 成为了安庆周边 黄梅戏一台上的头块招牌 而后 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创作并出演了大量广为流传的 黄梅戏经典作品 就是说严凤英老师在58年之后 创作的一些作品 都是在我们剧院产生的 包括天佩电影很多作品 大家家喻户晓的这些作品 都在剧院产生 没有讲究什么 但她唱腔很好 嗓音很独特 对 她不是很连贯的 她就是大本嗓里头呢 有些颤音 沙哑的那种 就是很有磁性 比方说她的 大家都知道 《舒逢鸟船上队》 现在可能唱得比较痛楚 但是我们想往严派上面去展示 比方 还要随破 比能避风雨 对 这是严派 对吧 《舒逢的鸟儿沉双对》 对 就在唱这些时候 我们就尽量觉得 她的鼻腔 她的声音 包括她的顿 她不是完全的那种很连贯的那种 这是可能是 严老师的独特的这种风格 平时唱我可能像我的声音这样 《舒逢的鸟儿沉双对》 《舒逢的鸟儿沉双对》 就是像你这是唱歌嘛 就特别现在有的人去学的时候 就更歌化了 《舒逢的鸟儿沉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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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韵味就是很多的味道 而且就是她 就是她 独有的 对 就是她的个性 可能像我们这代演员 慢慢来了以后 就有点学院派了 你不仔细听 不知道谁是谁唱的 可能都觉得差不多 然后现在我们 所追求的就是什么 我要找个性化 什么是唱出来 是我何云的东西 一听是我唱的 或者一看是我演的 我要追求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和严老师 到《女风马》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 因为《女风马》 可能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个高峰了 这个剧情又好 然后在她的表演中 女扮男装对个女演员来说 要有一种英气 我觉得她通过天线配以后 她更有经验了 更不一样一些 更成熟了 天亮的仙气 爱不归 无限烈烈烂 如鸟前冲 明侣之味 久不灭 天亮的仙气 万里奔波 到天亮 那个时候的 严峰严老师 我看上去就觉得更美了 整个状态 因为包括她的身段 我说的就是身腔 包括她处理人物 她更熟练一些 然后到了《流浪之女》以后 那我就能明显地感觉到 她在刻画人物上 就更有那种深度和厚度 广度了 因为她可能经过她的人生 她作为母亲了 就通通她演的空手云房 包括唱那种清唱的感觉 哎呀你就会觉得 心里给她扯得 就特别酸溜溜的感觉 然后她的一种表现 驾驭 就是整个《流浪之女》上面来讲 就看她一个人 夜晚犁 夜晚了 观暖云天 缘不见 夜晚寂寞 夜晚寂寞 夜缘不见 夜晚寂寞 夜晚寞 夜参望你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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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仅仅是 她的电影三部曲 从她的戏 你能看到她的人 看到她的生活 就有这个体会到 就是说 真的是一个演员 她是怎么创作人物的 她是怎么进步的 杨老师身上呢 我觉得就是 易德 还有她的好学 她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就请昆雪老师 金居老师 就跟着他们后面学 比如像这个动作怎么做 水球当时不知道 水球怎么耍 后来学了一些 包括演女驸马的时候 她更要求专业化 因为要穿着厚底 穿着官袍 什么叫一朝一室 她会捋得很讲究 通过她的好学 她的细心 她的琢磨 研究 我觉得一步一步 给我们留 年轻后辈们 留下了这宝贵的这些资料 等于说 她留下的 这是一套体系了 是我们后面的年轻人员 可以学习 可以参照的一个标准 当然当然 林峰宇老师 就是我们的榜样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成为经典传承下来 她有她的原因 所以严峰宇老师 真的是在那个阶段当中 她是把黄美希 整个推向了一个 最高的一个地位 把奠定了一个地位 是这样 所以我对她 是非常的憧憬 她是我们的 这个精神的标杆 精神标杆 绝对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 天先辈所有的 恢复当中 就是一直要按照 严大师的这种路子来走 就是经典的东西 如果说你的创新各方面 你不够她好 宁愿咱们不要去动她 因为你能把它传承下来 保留下来 我觉得就最好了 然后如果说有新的剧目 你可以跟着 我们现在的 这种审美需求 我们做些新的尝试 但是好的东西 它太珍贵了 就是不要轻易去破坏它 把它保留好 所以现在我回过头在想 那个《大眼睛期盼》 演完以后 这批演员当中 已经培养了代我 已经有七八个 一级演员了 而且这帮演员 现在也是我们剧院的中间力量 包括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创作 我也会在想 还是走这样的路 因为这样的路才是我们正确的路 陈兵老师你看 阎丰严老师的天纤佩 女驸马的剧照 这个《流浪之女》 这个就是马来老师《红楼梦》 通过阎丰严老师是电影 然后马来老师的时候 主要是电视剧 那估计到我们这代就是新媒体 没错 没错 离时俱进 靠这边来呢 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了 最新的 最新的 2022年 对对对 走了一个时间轴 何老师 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风景了 对对对 天纤佩茶戏楼 这个呢也是我们 阎丰严大师工作的地方 就是其实这个位置 就是以前的 过去的老排练场来改造的 真是有历史有传承 对对对对 然后即使现在舞台上没有演员 下面没有票友 但我觉得它是热的 这里面有浓浓的 中国人的那种 那种生活情调 是的 热情在里面 对它很暖 这个场子很暖 对很亲切 没错 它的色彩 黄色的红色的 很多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们也打造了这种氛围 让大家一进来 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对像这种传统的茶戏 这又是我们的传统 是 我觉得几百年上千年 我们这个传统戏曲 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 对呀 现在又在放在当今 这么时尚的这种时代 还有这种感觉 这种碰撞 觉得可能大家更喜欢吧 就最传统的到今天 依然是最时尚 对 所以在这里 我要向您请教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可能听着比较大 但是又确实是比较关心的 就是传承和创新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传承和创新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老把它分开 但我一直觉得 最好的传承就是创新 最好的创新就是在传承 您看 我觉得每一次创新 其实都会给 无论是这门艺术的发展 还是演员 都会打开一扇窗 是的 因为何老师 从您的经历 您看哦 2001年 您的整个 其实艺术生涯的改变 就是因为参加了 小梅花团 对 而小梅花团 当时其实就是我们的 一个创新之举 对吧 对 是的 当时就想的就是 作为我们黄米系的后备军 然后通过这个小梅花剧团 就说你们不用跟成熟的演员 再去比较 你们就是练好你们基本功 为我们自己去打造作品 所以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连作品都是量身定作 量身定作 都是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没有成熟的演员 小梅花剧团 对 就是你们是什么样的材料 就按照你们去打造 当时就排了一个现代戏 大眼睛的期盼 大眼睛的期盘是一部黄梅系新编现代戏 由陈旺久根据话剧在山那边改编 该剧讲述了希望工程实习教师佟小蕊 来到大山为山为山村教育事业 来到大山为山村教育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故事 该剧是小梅花剧团成立后 独立排演的首部大戏 为黄梅系发展培养了一批 教演能力兼具的中间力量 首次担当主演的何云 也凭借在剧中的出色演绎 展露头角 小梅系发展示威力兼具的中间力量 因为现在我们演的少 几乎学校演的传统戏比较多 所以现在我回过头在想 那个《大眼睛期盼》演完以后 这批演员当中已经培养了 带我已经有七八个一级演员了 而且这帮演员现在也是我们剧院的中间力量 所以我觉得没有当时的小梅花团 没有当时的这个剧目创作 可能这批人就也不可能出来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 最后小梅花开成大梅花 所以感觉这是机遇很重要 还有好的剧目 懂我们的人 爱惜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平台 能够展示自己 所以您今天也作为这个剧院的领导者 您再回看 就是这种创新之举 突破之举 其实是特别 太了不起了 而且觉得那时候的决策很正确 我现在小梅花团 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也是很多年轻从事这个黄米系的这个学员们嘛 向往的一个平台 这是二十多年前是一个创新之举 对 坚持下来之后 它就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会把它好好做下去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新的苗子发现呀 因为为了我们以后的更大的角色的创作的演员来 都从这个方面来去铺垫 来去成长 也锻炼所有的演员这种能力 一定要拓展它多面手 其实何老师说到这个演员的多面性多面手 我觉得您是特别好的榜样 我努力向他做 因为您看您的代表作这三部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雷玉里的四凤 对 《小乔出诈》的小乔 好 其实完全是不同风格呀 是的 是的 其实他也是在每个阶段的就是我的成长期 《红楼梦》呢等于是副拍了马兰老师的作品 我也很有幸 其实当时是拿了一折那个哭铃参加了比赛 当时我们的院长蒋建国先生 他就看见了这个 他说你这段不错 那我们来就按照《小梅花》这个团队 还是小梅花团队 一起来打造这个《红楼梦》 当时我们有点被吓到了 因为《红楼梦》太经典了 而且在我们前辈这帮老师演得太优秀了 这个文学性这么高 我们 但是小梅花们出身牛犊不怕鼓 对 有点有点这么个意思 胆子大就把他接了 其实我以前也没演过这个女班男装的 通过这个戏克服了我的这个男腔 就是胸腔共鸣 很多时候我第一次下不来的 包括唱了就没气了 然后经过那个戏的排练也好 多少几次的演出也好 多少年的以后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这帮演员 就这种这么多年 真的也是通过这个戏一路成长过来的 这也是《小梅花》的保留剧目了 对了 从今后在魔谣里门外 你的心儿两个开门呀或嘿 推不开就敲 敲不开就踹 拆不开就搭 敲不开就叫人来 没呀或嘿 叫人来 叫人来 你把大火烧起来 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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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能演这个戏就是一种幸福 等于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去创作 我明白这个感觉 第一 我年轻 我有拼劲 我敢试 第二 我前面有榜样 对吧 那我就敢继续闯一闯 是的 然后但是到了后来的雷宇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到了雷宇以后全是知名演员 比如说我们今天黄兴德老师 包括吴亚琳老师 蒋建国先生 包括王湘明 要求非常严格 他是跳着排的 他上来就排那个第四场 发射的那场戏 哎呦 哦 当时也给吓着了 之前会的 刚刚在《红楼梦》里面 找到一点自信 对 因为到这 你跟他们一比 这老演员就是老演员 他们经验 他们的深度体会 你跟他一比较 那就没有了 但是通过这个过程 也是让我进步 不采思泻山光飞 上笑龙虹飞 龙虹景香味 中笑鸢鸢飞 鸢鸢水为美 下笑的双 芙蝶梅 当时是石白林老师 写的这个曲子 四缝的曲子 都非常的高 我的当时的声枪呢 是有点高的 上不去 低下不来 但是《红楼梦》 解决了我的低音问题 通过雷雨的演出 解决了我的高音的问题 所以我想 真是一部戏啊 解决了我一个 就是很多时候 你们过不去的坎 你没有一个作品 没有这个锤炼 真的不可能成就到后来 而且有时候 如果让自己 专门去练 可能还未必 未必 就是这个剧目的这种压力 要以戏来锻炼 还有你身边这些老师们 他们的提点也好 因为就在身边呀 我们老话叫水长船高嘛 真的 你周围的艺术标准都不一样 是的 那时候压力特别大 我记得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会失眠 我怕拖后腿 就觉得这些老师们 演得那么棒 然后选到我去演 不能为了我一个人 把这个戏给的水准 给拉下去了 那的压力 真的是悟性的很大 而且其实心里面 也憋着一股劲 憋着一股劲 我一定要把它弄好 一定要演好 特别有意思 这次你看 贾宝玉是解决 解决我低不下去的问题 升线 这个是解决我 倒立的问题 那到了小乔出嫁 应该就游人有余了 对 小乔出嫁呢 是真的是碰上了 这个好的老师 张满君导演 因为他是演员出身 他能够做示范 他既能够 给你去传播人物 跟你去说 这个怎么走线 然后他又能去 给你做示范 去表演 如何去表达 当时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 在那个过程中 我是很痛苦的 因为小乔出嫁呢 我就突然觉得 自己不会表演了 是不是有一点点 不迫不立的 那个感觉 对 有点这种感受 突然让我打开一种 原来是这样子 但是过了那个过程以后 完全就像 我觉得像开窍也好 就是懂得了很多东西 他也是把我们黄梅戏 以前的作品各方面 通过小乔啊 把我们提升了一大块 觉得黄梅戏 可以承载这样的题材 小乔出嫁 是一部三国题材的 大型新编黄梅戏 全剧以安徽本土文化为底色 三国故事为背景 一唱一歌 一舞的生活化艺术表现方式 讲述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旧国故事 该剧由戏曲导演 表演艺术家张曼君指导 通过精妙的剧本改编和戏曲演绎 突出了故事戏剧性 舞台呈现性 真正做到了 可看 可听 可赏 我的 我特别亲爱您身上一种精神 您特别强的是在戏里学习 是的 通过戏来学习 您看其实您的这三部代表作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对 就是您攻关克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它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 它就是必须你到了这一步就得脚踏实地 把这一步给它攻掉 你不吃这个苦不下这功夫是达不到的 那请教贺老师您看啊 从您自己的小梅花到大梅花到今天是领导者 此时此刻您心目中一名好的黄梅西演员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认为啊它是要耗血 就是谦虚 就是不管它到什么样的位置也好 或者作品演了多少也好 它还能始终回到一个零的状态 从头再来 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有无限的可能 包括我自己 尽量的去做到什么 在排泄戏之前 我们会写人物自传 你会去看一些这个电视剧的 电影的 书籍的 所有的方面 是往内走 往深度走 这个东西是拿不走的 而且是也不是别人他做示范就能做出来的 明白了 这要悟出来的 你要把这个角色悟出来 对 而这种悟出来 其实你就学会了一种思想方式 对 一种创作方式 是的 就是我的演唱出来 它是有修养的去演唱 并不是叫喊式的 没错 那你肯定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你表现出来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界一直有一种提倡的一种理念 叫长青树理念 我觉得这是几千年来 那长青树为什么是长青树 对呀 就是他最后自己内心有内涵 对对对 还有一个必须改变 要跟这个时代要接轨 借助新媒体 我们现在处处都是舞台 如果作为以前的话 可能不大可能 就是我们可能就在哪个定点去演出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演员 我们如何跟现代的接轨 我们如何传承 那并不代表说要演大戏 我们可能把一个大的剧目变成一个节目 走到观众所需要的地方 剧目变节目 节目 对 因为这样就像现在很多节奏比较快 它不见得有时间看一个整的大剧 那我可能从一个唱段 一个小剧目 一个小节目去入手 人物当中很轻松地去接受你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会被淘汰 然后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然后观众有需求 需要你 那我觉得我们就有存在的价值 包括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创作 我也会在想 还是走这样的路 因为这样的路 才是我们正确的路 没错 艺术地标 独具匠心 厚执情怀 传统戏曲 声耕发芽 唱响古今 伴着黄眉小调的轻柔 感悟艺术大师的经历 于一座城 一场戏中品远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我这个歌剧中心有一个口号 叫让歌剧贴近大众 让大众走进歌剧 走进去 他给我们传授了一套 很系统的指挥方法 这个我受益终身 这几年我又演过《图楼回乡》 前年一次在国家大剧院 我很感动 就是我们最后返场完了 合唱的影头就大声地喊着 郑老师 我爱你 这一个人 不是 daha似乎 那么 就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